大家好 我这一棵长寿花前期跟大家分享过 如何给它拖盆 如何给它修根 如何给它处理 那么这一期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给这个长寿花配土上盆 首先我用的是一些普通的原土 也就是菜园里面的原土 然后加入少部分的花生壳 加这种花生壳增加它的透水性透气性 还有增加土壤中的有机制 同时在这个土壤中加入这个蚯蚓粪 因为这个蚯蚓粪它里面的微生物有机制 特别多 花生壳在微生物的作用下 可以快速分解除养分 而且又可以让土壤更加疏松透气 这个蚯蚓粪大概加入20%到30%左右就可以了 多一点也没关系 因为它主要是一些微生物 还有其他各种微量元素为主 所以不担心它会出现肥害 同时加入这种控制肥 这种控制肥它肥效比较长 我们用一次可以长达3-4个月增加土壤中的肥力 而且我们选控制肥的话最好选一些假元素偏高的 因为假元素可以让它的根系更加的强壮 不容易出现冰害 这样就可以上盆了 好了这样就给它上盆了 为了不容易给它浮倒 我找了几根这种竹签 给它固定一下 因为它的新根还没长出来 容易被风吹倒 所以给它固定一下 我们给长达花配土 最关键的是腐质质要多 而且还要加入控制肥 让它的肥效更加的强 而且这种控制肥不容易烧根 因为它释放会比较缓慢 所以不担心烧根 最关键的还是要加入蚯蚓粪 因为蚯蚓粪它里面的微生物特别多 容易分解土壤中的有机质 比如说花生壳 或者一些腐质土里面的腐质质 是非常关键的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